哈嘍大家好我是大石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錢爆是 封鈴聲喊千笑慕容玄機 音隙限定卡池要登場 那各位如果還有十字印還沒有抽的人 還有留很多的人 那可以建議一下建議各位 就是你沒有封鈴聲 你可以抽一下封鈴聲這個卡池 OK那再來就是活動的副本 這是主要更新的活動 那一個第一個是除了卡池以外 還有化海迷城 那這個化海迷城在第三次封測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放給大家看了 主要的故事劇情就是在講 霍庸兵里在降下 在來到冥界之後 那實施一連串讓羅猴降臨的一些計畫 那有些部分是手遊原創的 有一些部分是 幼神幻進入裡面原本的劇情 好這是化海迷城開啟 那根據第三次封石的回饋呢 官方是有說化海迷城有些關卡的難度 會再做一些調整之類的 不過這一次公告沒有特別講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到底做哪些調整 我猜應該是關卡難度降低一點吧 我猜啦 OK那這次活動的時間是3月25號 早上10點到4月15號的半夜5點 4點59分 那之前是說他這邊寫活動氛圍劇情關卡和挑戰關卡 OK那跟之前一模一樣 然後獎勵就是可以獲得絕品的黃斧生 靈運石 絕品魂石 石之金 然後 OK那這邊再講一下那個黃斧生的 那個屬性技能 那這邊基本上都跟之前差不多 那主要是天賦啦 天賦的執念枷鎖 他 這一次我不確定之前的趴數是幾趴 這一次是物攻75趴 加到法攻上面 那是真的可以獲得執念的狀態 那執念是傷害提升 暴擊率提高 那最多是4成 是無法屈上的 那這個就要算一下物攻 他的75趴加法攻上面 實體攻擊的效果到底有多麼強悍 要實測之後才會知道 不過根據 呃大家的回饋啊 是說 黃斧生先不用練 先不用練 好那再來就是風捲殘魚 就是向前穿刺 跟那個燕明龍的招式 還有 冰里的招式 都有就是向前穿刺的這個 這個技能 跟風寒月也有 好再來是五雷轟頂 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 OK這個 就普普通通了 英靈定位 遊戲中目前的物法雙修 對就是黃斧生 那 有人就是說 因為他是物法雙修 所以目前的版本 似乎是不強低 當然啦 不過 他攻擊要 要攻擊要 放法術範圍技 都可以用 你如果真的 覺得上陣角色很 稀有 或物以稀為貴 不要減少上陣英靈的樹木的話 那 黃斧生 還是可以練一下 如果啦 如果 我覺得要看搭配 這個沒有說一定 那就而言 我不會特別去練黃斧生 好 再來 這是限定召喚 這次限定召喚是 聖送草影 那 主要就是韓千秀 跟風寧生 那 人衝到風寧生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他有再行動這招技能 真的是 真的是太好用了 好 那時間 這次這個時間是到3月25 3月25 開始到10月8號 半夜5點 那 有差不多 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可以趕快去 收集一下 施定 好 風寧生 獅子助遊 屬性光 跟之前的版本封測都一模一樣 那天賦有改嗎 自身氣血180 法攻提升 使用絕學後 自身兩個念的其他友方 恢復氣血 欸 這個是 喔 後面大概是分開 分開 分開看的齁 使用絕學後就可以幫 隊友 恢復氣血 但恢復氣血幾%啊 沒有血 OK 聖煞成一 這是在行動啊 不過他多加一個 恢復氣血 好 之前版本應該也有啦 好 再來是技能神華天舞 主動使用恢復範圍內所有友方的氣血 再來就是 驅散兩個有害狀態 應該是施展之後再驅散 自身得到芬芳的狀態 治療效果提升20% 喔 這個是不是放到很後面才能血啊 好 英靈定位 光屬像不被任何屬像客製 對於暗屬性傷害有一定的抵抗 沒錯 我現在還是不太懂 為什麼光屬像不被任何屬像客製 好 再來 絕學配合天賦效果 不管是單體還是裙子啊 不不不 主要是順煞神移啊 這個這太有用了 OK 好 再來是韓千秀 韓千秀 我自己在第二次封測的時候有抽到啦 那我個人就覺得還不錯用 那時候是用他 來開陣法 然後提升大家的攻擊力 好 他的天賦喔 寒門飛燕 暴擊率提升 提升幾%沒有血 然後造成傷害 10%如果發生暴擊 對目標追加一次固定傷害 那看起來就是韓千秀這個角色 就是魂石要搭配增加暴擊率的魂石齁 相比的話 這個完全沒有破例啊 OK 不過他這邊有提到齁 攻擊到兩個以上敵人的時候 降低持近的冷卻時間 可是他沒有寫降低多久齁 好再來 旋刃捲燃 那就是有感 對飛行單位敵人造成傷害 都特別針對飛行單位齁 提高暴擊率 並且在戰鬥後可以再移動兩個 OK 打帶跑的概念嘛 氣力 一技消耗3.7 喔 才可以釋放直技能 角色每造成疑似傷害獲得1.7力 造成擊殺 額外獲得1.7力 喔 他就是類似那種 憤怒技的感覺齁 要先累積一下 那這招有前置作業是 應該要蠻強的才對 好 然後他的地位就是 定位就是 比較突出的雨絲 OK 決選馬踏飛 跟宇川華運元可以平防釋放回絕學 OK 這個馬踏飛也是指 零鳳齁 好 最後一個 召喚卡池 飛光蔓延齁 這個就是木龍玄機跟音隙齁 啊這次音隙 他竟然變成絕品齁 那 那陽環呢 陽環怎麼還是極品卡 哇 這是 大家只照顧女生啊 這樣子陽環哭哭啊 好 看來我覺得大家都喜歡冰璃 然後音隙被被削弱 就是實力沒有像冰璃這樣子 大家有點難過是嗎 好啦 我覺得蠻意外的啊 要嘛就是跟陽環一起嘛 他們陽環畢竟是兇 兇 兇姊的關係啊 OK啦 好啦 好 那這個卡池一樣齁 跟風靈聖卡池時間是一模一樣 好 木龍玄機這個 一樣 天賦是實用絕學 暴擊提高 OK 然後 引雷爭絕 攻擊傷的敵人 並使暴擊提升 開啟雷電空間 雷電空間 兩格內有方發起主動攻擊的時候 增強有方所造成傷害 好 特別對冰屬性敵人造成 欸 冰屬性敵人的傷害提升 OK 那就是打那個 兵器的關卡會蠻實用的齁 然後再來技能千黃雷烈 那這招應該很後面才能學到齁 一樣是消耗氣力值齁 OK 然後讓敵人位置發生變化 老實說 我覺得讓敵人位置發生變化 有好有壞 真的有好有壞 不過這個招式就是有換過啊 喔 他動畫增加了欸 之前沒有 OK 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有變 嗯 喔喔喔喔 我這次改蠻多的 OK好 那定位就是射程的遠擊 射程遠啊 然後暴擊高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殷熙齁 這次要看仔細一點 殷熙有改 自身攻 自身兩個內所有敵人物攻降低 然後移動力降低 且無法護衛 喔這個好用 無法護衛這個我覺得 只會讚讚讚 而且是自身兩個內就會 所以人家走過去就是了 那還不錯 然後再來技能 寒異附身齁 可以為一方有方承受攻擊 主動使用將護衛方接兩個 喔也就是說他被動是一個 OK好 喔那變好使用喔 不過他一樣是 他是俠客吧 喔他鐵位 OK 然後他的 氣血跟防禦力應該蠻高的才對 好再來 右鍵冥隱 單體傷害無視目標部分誤防 並降低目標兩個移攻擊 OK 這一招就很適合用來打那種 呃如果是PVP的話 用很適合用來打黑龍 OK再來 英靈地位齁 幻境中表現十分強勢 可以天賦可以很好克制 敵方近戰英靈走位齁 那敵方的體位無法護衛 那我覺得殷熙蠻值得抽聯欸 OK如果是我會練喔 好再來 十字系第二張貴重難度開啟 OK 好是上月25號之後 就會開啟啦 然後是要在十字系第二張困難難度下 獲得 15的挑戰1P可以解鎖 OK 那以上就是就是 呃更新的部分啊 那希望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好啦因為有些人 比較不會去看那個公告了 OK好了就這樣子啊 感謝各位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 還有追蹤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